沈阳市文旅局就张作霖大帅币交通卡致歉 相关负责人停职 据中新网报道 1月19日 大帅币文创交通卡首发仪式 在辽宁沈阳张市率府东院举行 大帅币文创交通卡由沈阳盛京通有限公司 和张市率府博物馆联合推出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 上述消息首先由H沈宁市文博中心 官微在新浪微博发布 沈阳盛京通公司推出张作霖大帅币交通卡 可以在全国300多个城市的地铁和公交车上通用 收藏使用两股物哦 来一个吗 消息发布之后 立刻引发了网友的议论 R at沈阳市文博中心 官微19日稍晚将这一微博删除 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官方微博 1月19日晚间发布声明 张市率府博物馆 在交通卡文创产品设计中策划不当 上级主管单位沈阳市文博中心把关不严 该产品虽尚未公开发行发售 但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现象公众惩治道歉 经研究 给予沈阳市文博中心主要负责人 和张市率府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停职 并将按照相关规定进一步处理